2014之华晨宇 我就是我 过去的2014年火星弟弟华晨宇将其概括为三个关键词 音乐 赚钱和开心 因为我能够边做我想做的事情 还能够让我还能赚钱让我自己生存 这是一件非常自由很随心的一个事情 都能够随我自己的心去走 所以我很开心 过去的一年对于画画来说确实是开心的一年 2014年一开年还为大学毕业的华晨宇 便登上了万众瞩目的央视春晚 面对这份外人羡慕嫉妒恨的难得机会 画画自己却有些淡定 所有的舞台都是一样的 就是包括快南的舞台 包括我后来去央视的直冬春晚 包括后来上了春晚 也包括我开演唱会 可能演唱会相对要自由一些 但其实这些舞台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 因为我怎么样都是我站在台上唱歌 观众在听 我把所有人都当作听众 我没有觉得春晚一定是多么伟大的神圣的 其实他其实就是一个舞台供全国的观众看而已 同样是在2014年 华晨宇在容纳万人的北京万事达中心 举办了他的首场演唱会 加油 加油 继续 Third 因为我之前没有办过演唱会 我从来没有站在舞台上一次性唱三个小时 唱二十多首歌 中间不休息 我从来天天都活 然后 相当于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 一次唱更久 然后而且连开两天 然后 所以当初我心里面是没有把握 因为我不知道我到底能不能做到 因为我没有尝试过 登上演唱会舞台的花花是内地第一位未发专辑 就开大庆个人演唱会的歌手 也是华语乐坛首位出道不满一年 就开万人演唱会的歌手 演唱会门票在开设后一分三十五秒的时间里被秒杀一空 这样的好成绩也刷新了新人票房记录 这个火星少年在创造着一个又一个奇迹 其实一开始我是第一反应是拒绝的 就是因为我觉得我还没有作品 然后我想 我一直以为的是我开演唱会的话 起码也要出个两张专辑这样子 起码有个十几首歌 对不对 然后 所以我当时是先是拒绝的 就是后来在我 有一次快难的一个 全国巡回演唱会的最后一场 我的歌迷有在台下 全场都在喊 就是说 他说华语云我们 我们等你各唱 后来我就 回到公司就跟 公司的工作人员就说 就说 要不我们就 办一场我个人的演唱会吧 这首卡西莫多的礼物 灵感来自花花 2014年开启的一次重要旅行 花儿与少年 这是大四学生 华陈宇有生以来第一次出国远行 受胡能卫视花儿与少年节目的邀请 他赶在毕业考试之前 前往欧洲展开为期15天的旅行 少爷 这是我妈 这也是我妈 二妈 二妈 这个是我 小妈 我小妈 奶奶 这是奶奶 不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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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没领略过异国风情的花花 总在旅行途中 莫名其妙地掉队或者失踪 对不对 总是跑丢 我们刚才一直那么多人在那等你找你 什么 对呀 你得跟着我们打队 要不然我都不让你去哪 回头给你戴个帽子才行 我还是走 因为可能大家走得会比较快 然后我总是掉队 对就是因为我看到一些东西 我想多看一看 然后看着看着看着 等我再回过神来的时候 大家已经不见了 为了守护这位帅真自然的弟弟 离途中许晴照顾花花的饮食起居 刘涛修改了大家必须一起行动的纪录 让花花自由驰骋在艺术店里 后来我也跟他们说了 我说其实我觉得花花说的是对的 如果说有些地方我想感受 但因为你们走了 所以我就得走 那对于她来说 她不就也趁走马观花了 一个时间点我们集合不就行了吗 那不然这样 大家这个想看看 这样那个想看 那我们就都看看看不见了 四十五分在这个位置看 是吧 可以 我觉得我是理解花花的 而且我希望 我能够看到她快乐 她就像放飞的鸽子一样 她快乐不就可以了吗 你为什么一定要让她跟着你 但是她不快乐她就跟着你 那也没必要 我没有旅游过 我是觉得很好玩 是真的 我觉得这个东西我没有尝试过 那我就去玩一下 因为我喜欢 我喜欢玩一些我没玩过的东西 对 我会觉得那样很有意思 本身在这个圈子就是应该去享受它 说不爱 地图的 哇 哇 这么大 欣赏沿途的风光 惊叹建筑音乐 艺术之美 随着旅程的进行 迷糊的花花 在姐姐们的地图下 一步步成长 这一路我都在去学习 他们当打工的时候 怎么看地图啊 然后 怎么坐地铁啊 我都第一次坐 然后怎么去 进地铁 出地铁 还有 怎么去看那个 孩子 然后 就像 今天 落到我跟菲尔 单独的时候 因为菲尔也不会嘛 就只有我们两个的时候 如果我要是不 坚强一点的话 那他肯定要下风 2014年 菲尔也还发行了 自己的首张专辑 卡西莫多的礼物 里面收录十首歌曲 有三首 来自他自己的原创 因为我并不觉得 我会写歌 我就一定要告诉 全世界我特别能写 对 就是 我觉得这个不是最重要的 主要重要的是 我喜欢音乐 我喜欢它是因为 我觉得它好玩 我觉得我把它当作 一个娱乐 一个爱好 所以我才会 写歌 好玩是花花老化在嘴边的 口头禅 2014年整年的好玩 换来的不只是 开心那么简单 就在这个月2号 华晨宇 25岁生日的前两天 正在筹备 第二张专辑的他 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 第57届 格兰美音乐奖的 邀请台 过去的2014年 华晨宇24岁 这个曾面对墙壁 独自唱歌的少年 经历了一系列的奇妙旅程 如今 当他站在更宽广的音乐舞台 回头望去 那些关于2014的人生标记 一定都已悄悄地 在他身上留下痕迹 会伴随他在接下来更长的旅程中走下去 无论是80后的张杰魏晨 还是90后的华晨宇 在过去的2014年 他们用持续奔跑的姿态 回答了外界的所有质疑 也用一连串亮眼的成绩单 突破了原本的自我设定 2014年的风景 也许只是他们人生中短暂的一节 但是这一年里面 他们洒下的每一滴汗 熬过的每一个黑夜 面对困境时展示出的每一个微笑 我们相信 未来都必定会给他们更为丰厚的馈赠 好了 明晚六点钟 请继续收看新闻当事人春节